- 现代军用运输机群为空中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,一支强大的空运力量少不了强大的运输机群,中等规模的伊朗空军自然不例外。 如今其运输机不断飞往叶利亚,输送各类物资,保障人员往来,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,C-30运输机正引来了以色列的不满,在对虚境内伊朗目标的攻击之中,运输机竟然成了主要的目标。 不久前,一架伊朗尊重运输机,刚刚在蓄机场着陆,以色列发射的两枚导弹就呼吓而至,幸好被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,才没有受到攻击。 这个事件引起多方关注的同时,也让人们有了发现,伊朗至今正在使用美制C-130运输机,C-130运输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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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